岛屿。朱元璋提刀追朱镖。你给我把校服穿上。朱镖头也不回。你追不到。中国历史怪象很多。比如开国功臣难得善终。其实连开国太子也难得善终。扶苏被贬。最后被杀害。李世民干掉李承干。可以说基本都是死在自己老爹的手上。 皇帝和太子,就像是两个对立面水火不容。而以诸杀功臣心狠手辣闻名的朱元璋。却是罕见的和太子朱镖关系好。历史上这对父子掐架是在正成不过的事。大臣们经常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,气喘吁吁追赶。前面有一个年轻人头也不回跑的那叫一个快。 此时两个人看起来,一点也不像皇帝和太子。反而像普通人家。这种感情让其他皇子看得眼红。朱镖更是哭晕在厕所里。朱镖是个正直的人。 有时候会直言顶撞朱元璋。朱元璋当时火照发誓后,两人又是谈笑风生。有时候朱元璋急了抄起手边的东西。就满皇宫追朱镖。 这不是杜撞,而是正史上明确记载的。要是其他的皇子估计尸体都凉了。毕竟朱元璋是皇帝。要想追一个人,实际上哪里需要自己动手?左右听令直接拿下?或者摔杯为号五百刀俯首当局善前? 如此一对比。朱镖才是朱元璋的亲生儿子。其他的儿子好像都是白捡的。尤其是朱棣。如果不是念在亲儿子的份上,早就将他包皮抽筋了。朱棣那点小九九,朱元璋一清二白。而在历史上,朱元璋追了朱镖好几次。但是从来没追到过。其实是虚张声势。 他可舍不得打朱镖。有一次朱元璋一个妃子暴毙。朱元璋非常宠爱这个妃子。于是让朱镖穿上校服。古代方式是三等级的。他要朱镖穿的三服等级还很高。 其实在规矩上是不合适的。一个妃子买来的资格,让太子穿高规格的校服。朱镖就是不穿。还反驳朱元璋。 您还活着?我怎么能穿校服?这不是诅咒您早死。气得朱元璋拔出身边的剑,就追了出去大喊。你给我把校服穿上。朱镖见形式不妙,当即脚底抹油。 于是大臣们又看见一幕。朱元璋提住刀追朱镖。朱镖还特意转过头来,瞪眼睛吐舌头。你追不到。这两人年纪加起来都有七八十岁了。却像两个小孩子。 后来在大臣贵燕良的劝谏下,太子朱镖穿上了校服。既然老爹不在乎和不合乎礼仪,又何必跟他斗气? 跑到朱元璋的面前低眉顺眼。一会两人就又亲切如故。看到这,你可能也明白了。为什么很多人说,朱镖不死皇位就是他?还有朱元璋为啥把皇位传给朱镖的儿子?因为这二人才是一对真正的父子啊。这就是今天的内容。 喜欢的朋友点个赞。有什么想法,可以在下方讨论。